从职业选手一路撞到教练被MAD完全打爆 完了 这次他们在对面 手感烂炸 被选手车烂 哇 这波魔龙战没得打了 可以吗 耶娜 再等一下 我大招差零点几秒 nice 翻得好 拉扯一下 12技能 趴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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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朗波还想换笑死 起来 我觉得我要走我要走 躲一个 再见咯 小小 我看了什么 太痛了吧 直接不见了 感觉要集体下课了 这耶娜还要回去送 不然就直接走就好了 杂烈啦兄弟 金灰棍垃圾 玩啦 冰没清掉 人也送啦 OUT ��는 个 哎呦包得好包得好 难道这是我们的机会吗 伯顿先生 可以拉开 这个图轮我处理 21 我钉到AD了靠杯他直接闪上来 我好烂喔我好烂我真的好烂 被虐烂 前期直接被虐烂 看了三小 我感觉没办法 哇不行啦 悟空 靠杯 我手机卡了 靠腰 我终于是打个3块3 好当我没说 好 可以可以收 nice 哇被踩到 太狠了吧 雨中 這個蝴蝶可以死吧 囂張了 直接一個大絕大絕 大絕 二季下課 2 3 2 3 3 4 5 5 5 6 7 8 8 9 10 9 9 9 我真的是智障喔 我放棄了各位 今天真的不是一个打牌位的日子 我心态一定完全没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结束啦 不过我有些话想要和大家讲 在我开始经营这频道的一年来啊 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发生了蛮多的变化的 从原本一个默默无名的玩家到 慢慢的大家认可我的实力 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 也变成可能大家对我的期望都很高吧 我想说的是我不是每一场都能表现得像影片 你们看到的那么完美 所以我今天才发了这部影片让大家看看会是 会有手感不好的时候也会跟你们一样经历连败 我觉得大家常常会对实况组 或是选手有一些偏见 可能觉得你们就一定要打得很好 要不然你不要出来拍影片 但我觉得就连选手都会有打不好的时候了 更何况我们只是一般的实况组 也不是什么职业选手 好啦谢谢影片看到最后的你们 有点儿 新raft涯 的话 ו 美乎